不肖業者篡改有效日期在販售的案件是頻頻傳出 就有民間團體認為 除了要對不肖業者處以重刑之外 國內更需要的是規劃預期食物的追蹤管理以及再利用 台中市雄勳公司篡改標籤販賣過期調味料給下游的食品廠 另外台北一間水產批發商漁洋國際 也是篡改了高價海鮮的保存期限再轉賣到大飯店 不肖業者篡改有效日期在賣的案件頻傳 民間團體認為除了對不肖業者重刑外 國內更需要的是規劃預期食品的追蹤管理以及再利用 集齊品的狀況我們會希望說可以仿造他國 就是有一個賞味期然後還有一個保存期限 那過了賞味期的食品要怎麼處理 然後要怎麼捐贈也是一樣要把那規範釘出來 那後面的流向才不會混亂 事實上早在前年立法院就已經三讀通過修法 將參委或假冒等行為的罰還額度上限由五千萬 大幅提高到兩億元 希望嚇阻不法 但根據食藥署的調查 國內通路商每年丟七約三點六萬噸的食品 如果再加上食品商過期的食品原物料 數量更龐大 由於國內預期食物被視為廢棄物管理 主管機關屬於環保署 食品商食品工廠的預期原料是經濟部 多頭馬車確實難以掌控 食藥署強調近期履傳預期食物改標再賣 表面上案件增加 是因為之前修法將檢舉獎金提高後 內部吹哨者檢舉發揮效用 未來除了對不效業者重罰外 食品業者製造產品時 應該是市場大小投入生產數量 並做好倉儲管理 針對三個月或半年到期的集息食品 把握機會促銷 才能有機會減少類似步伐的事件 記者會由陳柏宇特報道